歡迎收聽這一期台北羅漢角散步小吃喜劇閒聊 意思流電台現在時間是2022年3月20 禮拜天的晚上9點27分 歡迎收聽這一期台北羅漢角 我是今夜你們的主持人 台北羅漢角 AKA 台北羅漢角 台北 LITTLE FOOT 台北 US TEN AND HALF FOOT 十號半 白天的時候晚上的時候變十一號半 還是十一號的台北羅漢角 其實要看那個 運動鞋的廠牌 有些廠牌的運動鞋 你知道我穿十號半就可以 那有些廠牌的運動鞋 可能要穿到十一號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我幾號 但是呢 今天是3月20號 歡迎收聽這一期台北羅漢角 我跟你講我現在有點那個 不太舒爽 因為 我剛剛去你知道 跟我朋友攀個岩 然後做一些小小的 Rock Climbing 你知道嗎 攀幾個岩 Rock Climbing 你知道嗎 反正在室內的活動 然後呢 因為我攀完之後 我就直接跑來這裡 準備要錄音 然後剛剛在弄一些其他的 那有的沒的東西 就是 整理一下我那個 腳踏車的東東 齁 嘴不知不覺 就到了九點半 然後呢 我發現我還沒吃晚餐 我肚子非常的飢餓 那我剛剛就在思考說 我到底要先去吃飯再回來呢 還是直接錄完 直接閃人 等一下去麥當勞 吃一波 賣香魚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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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的 我不知道麥當勞的英文 應該是麥當勞吧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其實不太清楚 還是呢 我就是 先去吃再回來 但是很顯然 我選擇了先錄完再去吃 所以我現在處於一個 低血糖的狀態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會講什麼屁東西 但是呢 其實應該也還好 因為我剛剛喝了這個能量飲 這個 Vitamin 不知道多少 補充11種維生素 暢快的百香果口味 這是來自於之前 我們的資深觀眾 王阿姨的贊助 他贊助我一響的時候 我還跟他說 我應該用不到了 阿姨 因為我現在放回家裡住 我的那個 營養非常的充沛 但是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我現在還是喝到 所以我覺得 非常的讚 你知道嗎 現在有點血糖補回來 帶給我能量 11種維生素 嗯 非常的不錯 你知道嗎 雖然我是冰起來喝的 我不知道其實 11種維生素是哪11種 從ABCDEFG 到什麼 ABCDEFG有幾個 ABCDEFG 七個 所以11個的話代表我要 ABCDEFG 後面我就不會了 H.I.J.K.W.Y.N.Z. 應該是這11種吧 我不知道 我其實小時候也沒有很認真的在上 英文單字課 還有什麼KK音標 那個字 你知道我光背英文字 單字就背不太起來 你知道大寫小寫26個 大小寫 52個 然後好像還有草寫 然後還要再學KK音標 KK音標 有些字長得歪 醜不拉雞 你不講那是KK音標 我還以為這是羅馬拼音的那個字母 你知道嗎 還是KK音標就是羅馬拼音的字母 其實我也不知道 無所謂啦 反正我沒有認真在學 但是你懂嗎 這個 不知道什麼果凍能量影的 裡面有11種維生素 非常優秀好不好 相信 一些基本的我都補充到 我也補充到了一些 不太需要的維生素吧 因為11種可能真的有點太多 好像ABCDE 就差不多了吧 還有其他的維生素嗎 維生素Z 聽起來有點像是 什麼殭屍病毒之類 我在體內注入維生素Z 然後我就會失去言語能力 變成一個小殭屍蘿莉 變成一個小殭屍蘿莉 整天在路上只會大叫ZZZ 嗯 對 大概是這樣子吧 所以呢 這禮拜 在講什麼東西呢 就今天 我今天從今天開始講 我今天你知道嗎 今天其實在攀岩的時候 也是巧遇我們這個 其他喜劇人 我跟我那個國中堂圓去的 然後就看到奇怪怎麼有人 在那邊一點驚訝的看著我 然後仔細一看才發現 原來是雪人跟炎飛 你知道還有他的朋友們 之類的 就是在那邊開心的攀岩 然後我就想說 哇操 他們也懂得來這個地方啊 哇 然後呢 非常的開心 但是呢 他們一下就走了 我也沒跟他們聊太多東西 好像也沒聊什麼東西 我就在他們面前秀了一首 攀了一首好言 但也還好 其實也沒多好 但是就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早上的時候 或者說下午的時候 我去找我們這個 喜劇界的訓犬大師 周佳恩 佳恩 我就到他家樓下大叫 歐元期ですか 然後他就打開窗戶說 歐元期です 然後我就騎走了 這就是我今天的行程 呵呵呵呵 就跟他小聊了一下也還好 所以呢 今天的事情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去攀岩了 所以今天的行程就是這樣子 也沒什麼特別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那個我們的喜劇 那個 麻辣燙小王子賀龍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煮啦 然後還有跟天產 還有這個龍哥 合開這個馬 買辣嗎 對 麻辣糖 my love 他的IG名字叫my love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就這樣翻譯 但是呢 已經開幕了 然後最近 你知道前一陣子 好像禮拜五吧 我們就講完open mic 然後賀龍主持 他就問我們要不要去 我就說隨便 然後 他說幹 然後大概半小時後 我就出現在他店裡了 呵呵 但是其實他現在你知道 他那間店新開 然後找了很多喜劇演員去 齊聚一堂 然後吃他的那個麻辣燙什麼的 然後呢 我就遇到一些 你知道 平常 有事沒事看到的人 一些喜劇演員 大的小的都看到 都在那邊出現什麼大雕博士啊 什麼城堡啊 人節啊 什麼的 劇名有過去啊之類的 然後我就看他 就看他say hello 然後吃麻辣燙一下 然後 其實中間遇到一個 蠻有趣的人 就是 那個人也是常來 就podcast留言的一個 一個 他也是表演者啦 但是 你知道 就是 他也蠻常來這邊留言 那叫做 Elvis 然後他是以身高見長的 一個 表演者 然後 因為他的那個 身形特別的矮小 我不知道他有幾公分 但是他每次 講笑話 都是用他的那個 身高做開場 之類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 你知道如果 現在我們回到那種 無名小戰的年代的話 他可以取一個 那種以前無名小戰正妹的名字 比如說 什麼Elvis 158之類的 以前很多 無名小戰正妹 都取這個名字嘛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XXX153之類的 然後 你就會去追蹤他 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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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OK 然後這個Elvis 158呢 他就坐在那邊 你知道吃麻辣燙 我就看到他 欸我說你幹你怎麼在這裡 對阿我怎麼在這裡 之類的 然後呢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 欸你從哪裡來 因為我 我記得他不是住內湖的人 OK 因為住內湖的 這些講笑話的 我大概就知道 但是我記得他不是住內湖 然後這麼晚還出現在這裡 我覺得很意外 這個喜劇人怎麼沒事做 這講笑話人怎麼沒事做 這樣 他說沒有他住永和 但是呢 他剛剛你知道 從那個萬華的酒店過來 然後他就講很大聲 我剛剛從萬華酒店過來 然後我就看著他 想說哇幹 真的是 喔 他真的很有膽識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是不知道 一般人會怎麼想 但是 如果我剛去萬華的酒店的話 我不會 在大庭廣眾之下 然後 他就知道 臉不紅氣不喘的 直接說 喔沒有我剛去 就是萬華的酒店啊 然後就過來吃一下 你知道 肚子餓嗎 就真的 剛剛那邊有點 不太好玩 你知道嗎 所以就來這邊吃點東西 吃點夠勁的 帶勁的 辣的 你知道嗎 剛剛吃不到什麼好料 現在來這邊吃點辣的 爽一發 你知道嗎 他就是那種 你知道很爽的那種態度 我就說 哇幹 你很了不起耶 他說對啊 我知道 然後後來 我就問他說 那你從那邊過來不是很遠嗎 要騎很遠嗎 他說也還好啊 這幾分鐘我就飆一下 很快就來了 什麼的 我說喔死 哇那你真的是很想離開那個地方 他說對啊其實那邊也還好 然後我說 所以你到底是去哪一間 萬華的酒店啊 什麼的 想跟他打聽一下 結果他說幹 不是萬華酒店 是萬豪酒店 我說 哦 萬豪酒店 媽的 難怪你剛剛 講了這麼的驕傲 媽的 原來是萬豪酒店 不是萬華酒店 我想說剛剛那個態度 到底是 你知道 到底是多麼的 多麼的老皮條克 或是對這個世界已經 了無生機的那種 好像是路邊的遊民 你問他說你剛剛吃什麼 我說他媽我剛剛吃死啊之類的 這種態度的那種 豁然態度的 講萬華酒店 我想說 對嘛 我想說一般人 一個二三歲的人 怎麼會這麼大庭廣眾 然後在一個 你知道旁邊這麼多人的地方 然後也是一個 一般的這個 麻辣店的地方 說自己去萬華酒店 哦原來是萬豪酒店 嗯 對 所以他一講完 他講說他去那個什麼 萬豪酒店 我就對他沒興趣 我就沒有跟他講話了 哈哈哈哈 難怪他講的這麼大聲 我去萬豪酒店 啊你想炫耀嗎 混蛋是不是 然後呢 我沒去過萬豪酒店 我怎麼會知道萬豪酒店 有什麼東西 但是他如果是去萬華酒店 那我就會跟他深聊一整個晚上 我都不會離開他旁邊的座位 但是很可惜他去的是萬豪酒店 所以呢 後來就去跑去跟其他人聊天了 但是呢 總而言之就是 如果大家無聊的話 可以去吃一下 這個他的麻辣燙 二龍 天蟬 龍哥 幾位喜劇員開的麻辣燙 最近正式開幕 還是已經開幕好幾天了 其實我不太知道 所以呢 這禮拜要跟大家講什麼東西呢 對 不知道 你知道最近又覺得這個網路世界 真的是越看越覺得有點煩 你知道嗎 最近 我就看一看 網路上的人好無聊 整天在那邊 雞雞喳喳喳 吵不拉雞 然後 這個現實社會又是不一樣的樣子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跟大家講什麼東西 因為我也是花很少時間在 瀏覽有趣的網路上面 之類的東西 齁 但是呢 我跟你講 因為最近還是在搞我這台 你知道 還是在學習一些機械的東西 一些基本的 你知道 單車與蠶的維修藝術 還是蠶與單車的維修 我已經忘記你們書的名字了 然後呢 你知道 因為 車子上 你知道後來發現 你知道有些事情是基本的 就是像是 如果你車上有一些螺絲釘已經生鏽了 你其實應該要 越早把它們換掉就好 因為那些螺絲釘生鏽 會造成一個巨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它 鏽到一個程度 你要把它拔下來的時候 你會拔不下來 螺絲會滑牙 OK 我已經摩托車上 我已經遇到 一兩次 所以呢 我就最近盤點一下 我的摩托車 跟我的腳踏車 上面有哪些螺絲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去 網拍上買 但是你知道我不太懂螺絲 這個東西到底是殺小 因為螺絲其實 大家不要看螺絲好像很 好像很easy 好不好 大家不要以為 當一個螺絲是很簡單 你知道有些人 都跟我說 媽的 我就不想出社會 你知道 工作就是 我學了一輩子 難道出社會就當一個小螺絲釘嗎 媽的 我就只能當一個小螺絲釘嗎 媽的 難道整個社會體制之下 沒有希望 我就只能當一個 乖乖運作的小螺絲釘嗎 我說 幹 媽的 你以為當一個小螺絲釘 很容易 是不是 你知道螺絲有幾種規格嗎 有什麼 機械牙 至公牙 反牙 還有什麼 還有沒有牙的 還有那種 無頭的 還有那種圓的 殺小的 然後那個 它的頭 有圓頭 有閩頭 有十字頭 有六角頭 有內六角 有外六角 還有防盜的 各種東西 幹 你說你要當一顆小螺絲釘 媽的 哪一種啊 你要當哪一種小螺絲釘 是鎖在摩托車上的 還是鎖在腳踏車的 還是鎖在我的電腦上面的 還是鎖在我家的門的那個 那個門搜那個門板上的 還是你就只是丟在路邊 然後讓人家騎過去摩托車輪胎 爆胎那種螺絲釘 哪一種螺絲釘 你他媽講清楚啊 媽的 以前我聽到人家說 喔 幹 我不要去出社會 就只能當一個小螺絲釘 我都會在旁邊贊同說 喔對阿 真的是不要當一個小螺絲釘 當一個小螺絲釘 好可悲喔 幹 你們他媽有去過螺絲航嗎 我他媽前幾天就去螺絲航 我跟你講 裡面好多顆小螺絲 重點是 我還不知道我要找哪一顆小螺絲 你知道嗎 媽的幹 小螺絲可以把你搞到死 你以為當一個小螺絲很容易 是不是 你以為當一個 Little Rose 是這麼easy的事情嗎 我就告訴你 有那天去螺絲航發生什麼事啊 媽的 反正我就把我們摩托車上的一些螺絲拆下來 然後發現摩托車上很多螺絲都是共通的 就他那螺絲好像 比如說 同一款可能有四五根 OK 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你的車殼可能有四根就是一樣的 你要鎖那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有四五根是一樣的 就是那種規格 那就OK 因為你一次可以買四五根 所以你可以買多一點 買個十根都可以 螺絲嘛 誰不需要多一點呢 小螺絲在身邊呢 是不是 但是呢 腳踏車就不一樣了 因為我發現腳踏車有些螺絲 也有三四個的 也有兩個四個的 但是有一個地方只有一個 那就是 鎖在你的那個龍頭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單車的那個龍頭 就是你的把手 往後縮的那一根 然後跟你的車體 頭腕 跟你的車子頭腕 大家也不知道 那什麼 跟車子車架連結的地方 那邊有一根螺絲要 插進去 然後那根螺絲 特別的長 我稍微量一下 大概是35mm 欸 是mm 35mm 好不好 不是35顆mm巧克力 是35mm 35公里 然後它是 柄頭的 內六角螺絲 然後它的 牙徑 它的寬度 我不知道是多少 因為我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就已經很複雜了 OK 如果你今天要當一顆小螺絲 你就要當一顆 夾車上 龍頭上的那顆螺絲 因為一台車上 只有一根那個螺絲 你不要跟我說它是小螺絲 它是一顆 獨一無二的 柄頭 內六角 35mm 白鐵螺絲 還是碳鋼 我不知道 反正它是一顆很不重要的螺絲 你要當螺絲 就當那種螺絲 OK 然後就把它拆下來 想說看這個只有一根 可是它已經生鏽了 那顆是最需要換的 因為如果那一根 螺絲我拔不出來的話 整台車就報廢了 我不知道怎麼 那台車可能車架要敲碎 切顆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怎麼把那顆螺絲 拔起來 因為螺絲卡住了 那些東西不能拆 所以我就拿著那一根 很長的 35mm 鳴頭 內六角螺絲 還是M 它有個型號是M級 忘記了 不知道 反正我剛剛講的那些已經夠屌了 好不好 鳴頭 你知道鳴頭是什麼嗎 我以前不知道 我現在知道 我跟你講鳴頭是什麼 鳴頭就是凹下去的那種螺絲 圓頭 還是碗頭 碗頭就是那種凸起來的螺絲 不知道吧 厲害了 所以我就去買那顆鳴頭螺絲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螺絲 然後我就一到那個現場 它是一間五金行在那個南港區裕城街 反正就是靠近後山皮一帶那間螺絲行 我上網看大家都說讚 所以我就去那間買 然後它那個螺絲行它有兩間 它已經賺到可以開兩間螺絲行 然後一間是賣一些五金工具 就是很像正常的五金行 然後另外一間就是螺絲行 就只賣螺絲 裡面就是全都是螺絲 然後我先去那間五金行的那個店面 因為看起來比較明亮 然後比較像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我就進去 那我進去跟那個老闆娘說 你要不要買螺絲 他說你要哪一種 然後我就拿出我手上的一疊 各種規格 奇奇怪怪 你知道有摩托車有腳踏車的螺絲 然後我就說 就是蠻多種這樣子 然後他就看了一眼 就說你這個要去隔壁找 隔壁一個一個找 然後我就走過去隔壁 然後他就大概隔壁大概 五公尺到十公尺之間 就是一間同一間店 但是那間店 跟剛剛那間店氛圍完全不一樣 因為剛剛那間店好歹是個五金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一般家庭是五金行 但是至少他裡面是有打燈的 他裡面是有人的 然後他裡面是有 一些排列的東西 燈光然後一些標價的 他看起來像一間正常五金行 但是另外一間專門賣螺絲的那個地方 媽的 你根本不講 我還以為是一般的廢棄民宅 我跟你講 我進去他那個中間的走廊 我要經過他的前門 然後前門外面堆滿了各種奇怪的機械 然後也沒點燈 你知道 你就是 你就是好像在 你好像要經過一個長廊 然後那個長廊中間都沒點燈 然後外面堆滿了一些 不知道是殺小的機械黑黑媽媽的東西 他那個鐵門就只開一個小縫 大概就一個人可以走進去的那種寬度 OK 然後你從那個小縫看進去呢 他裡面整間店都是暗的 他就點一盞燈 你知道 就是 在最裡面有一盞圓燈 然後那種很慘白的死白的那種日光燈 打在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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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阿伯的臉上 然後我就看著他 我想說幹 這個是麥羅斯 還是裡面 是有火雲斜舌的 還是殺小的 然後就走進去 然後走進去才發現 原來裡面有兩個人 然後一個是 就是 好像是員工吧 一個中年男子 還是怎樣的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看不出他的年紀 他可能從30歲到78歲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他幾歲 然後旁邊有個女的 應該是中年應該也是四五十 但是那個女的沒有講話 他就是不停的 從我進去到我離開 大概花了十五到十分鐘 十到十分鐘吧 然後那女的不停的 就只做一件事 不停的裝螺絲 那不停的把各種小螺絲拿起來 然後裝填 小螺絲拿起來 裝到一個塑膠袋 然後丟到旁邊 然後我看他 我看他旁邊有一堆 一疊 疊好的那種包裝 那種夾鏈袋 裝好 不知道裡面什麼規格的奇特螺絲 然後另外一邊 一整坨散的 閃閃發光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材質的 小不拉雞的怪螺絲 然後那個女的沒有表情 那就是不停的重複的 分裝那個螺絲 然後另外一個 我看不出年紀的男的看我 問我說你要什麼 大概是這種氛圍 OK 然後裡面沒有燈光 暗蒙蒙了 只有一堆 奇怪的扇在桌上的螺絲 跟一堆奇怪的盒子 裡面就只賣螺絲啊 他什麼都沒賣 他媽的就只賣螺絲 看起來這是個氛圍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大哥 不好意思我要買螺絲 他說你要哪一種 然後我就拿出我的那一包 然後給他看 他說 齁 這麼多 因為那一包大概有十種螺絲吧 然後他一看 他說 齁 這麼多 等一下他的態度 是這樣子嗎 我好像有點誇張 他是 齁 這麼多 還是怎樣 齁 這麼多 對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沒有 齁 這麼多 沒有那麼可愛 齁 這麼多 這樣子 一副好像 我在 把他找他查一樣 然後我就說 喔對噢 不好意思 那這個怎麼辦 就你看得出哪一根 他說啊 沒關係我們一個一個來 那就先從最長的那根開始 然後他就拿起我剛剛講的那個35mm單車龍頭的螺絲 然後就拿說這個齁 然後我就說大哥這個你有嗎 這個是我單車上的 他根本不屌我他就看 然後他拿他那個螺絲齒吧還是什麼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螺絲有專門的齒 他是一個鐵的 然後可以伸縮起伏的 然後他就在那邊量他那個頭多寬 然後量他的牙多寬 然後量他的長度多寬 之類之類的我也不知道他做什麼事 然後在那邊看看 然後他就開始往上爬 你知道嗎 然後順著他往上爬的方向看過去 才發現他後面一片牆 那種一層一層一格一格的那種東西 那裡面塞滿一小格一小格的東西 然後那些東西大概 從地板延伸到頂吧 然後整片牆都是 然後裡面全都是螺絲你知道嗎 幹他媽真的是貨真駕駛的螺絲行 裡面什麼小屁狗屁垃圾的螺絲都有 你知道嗎 然後就在那邊找半天 幫我找螺絲找半天 然後好半天下來 然後比對 然後跟我說吃這個嗎 然後就看欸對對對 然後跟我說你要幾隻 然後我就說 然後一隻 然後我沒有蓋你 大哥大概盯著我看五秒鐘吧 因為我跟你講 我讓他在那邊大概至少找了二十到一分 我不知道他多久 反正找了蠻久的 大概二十到三十 因為可能不是常見螺絲 然後他找了二十到三十秒之類的 可能對他來講已經是很長的時間 然後他問我啊這個你要幾隻 然後我跟他說 呃一隻 的時候 他盯著我的眼神 雖然我在漆黑的 螺絲行裡面 頭頂只有一盞燈 然後旁邊那個女的 那個中年婦女 不停在分裝那個螺絲 他也沒在屌我 但是我可以感覺到 我在那間漆黑的螺絲行裡面 我的臉 一片赤紅你知道嗎 我一直在想幹 我到底為什麼要特別跑來 一間這麼忙的螺絲行 買一根他媽的螺絲 為什麼不上網買 我幹嘛不 我就讓我的腳踏車裡面那個螺絲 身心又爛掉爛在裡面 然後整台車拿去爆飛就好 幹嘛來 麻煩別人買 拿一根螺絲 你知道那個五秒鐘 他的那個螺絲行那個 大哥盯著我那個死亡般的凝視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盯著我看 然後他就拿起那一根這樣 這樣砰放在桌上 然後說再來咧 然後我不蓋你 後來每一根螺絲 我都買了四根以上 還有一種螺絲 我買了二十根吧 因為我不想讓他覺得幹 我很靠北你知道 你知道嗎 在那一刻我跟他說我只有買一根的時候 我其實內心有個聲音說 幹他媽的 為什麼我只買 為什麼我只買一根螺絲啊 為什麼這個規格螺絲我只買一根啊 為什麼我的單車的龍頭 只需要一根螺絲 為什麼我的單車不能有同一種規格螺絲 來個十根也好你知道嗎 來個二十根也好 就是一根螺絲 我來這邊就只買一根螺絲 我會抱歉你知道嗎 我正在想為什麼我只有一台腳踏車 為什麼我沒有十台二十台腳踏車 然後剛好 這些腳踏車的螺絲都需要換 他們全都生鏽了 你知道快要爛掉了 然後我特別跑過來這裡 然後跟那個大哥說 欸大哥 我要這個規格螺絲 然後啪啪啪找半天 你要幾根 我可以很驕傲跟他說 十根 因為我有十台腳踏車要換 十個龍頭 他就會說 然後拿十根螺絲 啪啪啪啪放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承受這種 五秒鐘的死亡般的凝視呢 對 但是那些螺絲還不便宜 我跟你講後來每一根都買了超亮的螺絲 你知道 每一個都買四五根 因為我有一些只需要兩根 我還是說我要四根 你知道 我還是要四根螺絲 有一個還買二十根 我現在地下室有一堆螺絲 放在那邊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不然用不完 所以呢 以後 以後媽的螺絲生鏽 我就手指拿去報廢就好了 算了 我不買 我不買了 煩死了 你知道那一刻才發現說 我真的 不是很懂 你知道嗎 不是很懂這種機械類的東西 真的是看了 真的是 不同的世界 的東東 你知道嗎 對 這大概就是我這禮拜在忙的事情 然後呢 這禮拜我除了買螺絲之外 然後講講一些 無聊的笑話之外 我還做了什麼事情呢 ok 我上禮拜其實講的都是 你知道修摩托的一些 拉一拉扎的東西 對阿 一些什麼 油阿 機油阿 這禮拜 我的這個 生活呢 接觸的東西 有180度的轉變 ok 我跟你講 這禮拜在搞什麼 屁小東西阿 上禮拜我在學著如何 換機油 這禮拜 我跟你講 我的媽媽在學著如何 或者打發鮮奶油 媽的 我一般學著自己自製 你知道 香草冰淇淋 阿 因為我真的太鹹了 然後我不知道哪一天 閒著沒事阿 看到一個 那個YouTube影片吧 他是那種 你知道那種 我不知道 有一種冰齁 是香草冰淇淋 然後放在一個小小的玻璃杯 那種球狀的 然後放一個小小玻璃杯 然後呢 淋上 那種 Expresso的那種咖啡 你知道嗎 就這樣 就是 反正就是倒上去之類的 然後 那個東西看起來 他媽的超好吃 我好像有一個 他好像有一個特別的 義大利名字吧 好像 你把漂浮翻成義大利文 就是那個 那個冰淇淋的 名字之類的 然後我看到覺得 欸幹好像很不錯 然後我想說媽的 冰淇淋好像是一個 蠻容易做的東西 你知道嗎 雖然說我之前從來沒有 做過任何的甜點 OK 唯一做過的甜點是什麼 可能就是燕麥粥吧 我可能煮過什麼阿華甜 我泡過美露啦 然後加那個燕麥片 那時候我唯一會做的甜點 然後了不起來灑一些肉桂粉 OK 但是我這禮拜開始看一些 你知道一些 冰品的那個製作方式 然後就發現說 喔幹 原來 你知道美國的冰淇淋 然後跟這個義大利的冰淇淋 然後跟台式的把布冰淇淋 還有什麼土耳其的冰淇淋 然後都是叫冰淇淋 他其實種類其實還蠻多 還有什麼法式冰淇淋 那重點就是你知道 那個鮮奶油跟那個牛奶的比例 去調配什麼小的 所以我最近就在 你知道學著自製冰淇淋 但是有一個問題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 因為我的買那個鮮奶油買太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要去那種 因為我那個材料 有些是去那種烘焙材料行買的 然後那時候去烘焙材料行買了一些那個什麼 香草精啊 小罐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小的 你知道 有些東西真的是很奇妙 你知道我自己做的時候 發現幹媽 原來外面的冰淇淋 他媽的化工成分這麼重 因為一般的冰淇淋其實他只需要很簡單的幾個原料 什麼鮮奶油啦 牛奶啦 然後糖啊 有些會加蛋黃 甚至有些都不加蛋黃 再加你要的香料 你知道或是你要加什麼 巧克力粉啊 或者是香草 香草精就可以 然後我就看他那邊那間烘焙材料行有賣 蒸的香草一條 跟一罐香草精 然後如果煮一鍋那種冰淇淋大概需要半條那種香草 然後看那個香草多少錢 蒸的香草那種蒸空包裝的香草 好像130吧 一條130 我想說我幹挺貴的 如果只做一次 然後去看那個香草精多少錢 他就這樣一大罐然後95塊 我說幹媽的 那我當然買香草精啊 瘋了是不是 誰要吃天然的東西啊 媽的化工的東西這麼便宜 我自己煮都會加香草精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天然的化工 他上面寫Pure Vanilla Extract 但是呢 我覺得他吃起來像化工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那個冰淇淋做完 因為我手不小心沾到那個香草精 那個洞洞 然後我跟你講我他媽的手上 整整兩天吧 都是香草的味道 幹他媽的 有個不爽的 你知道你以為香草很香嗎 我跟你講當你他媽的 隨便你只是睡覺睡到一半 鼻子有點癢 想要抹一下鼻子 然後你一抹才發現 幹他媽的 我是在吃香草冰淇淋是不是 我手上又奶又是香草味 幹他媽的 我還真的他媽的 因為我手上那個是機油的味道 因為機油其實沒什麼 沒什麼味道 你知道嗎 香草那個味道 你聞久了真的是會想吐 然後我跟你講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買了一個材料一次買太多 我鮮奶油買了一公升 OK 我那時候想說 欸有200公升的 有200cc的 然後有一公升的 然後我看價格 200cc的差不多等於一公升的 一半的價格 我說那我當然買一公升啊 划算你知道 CP值 講究一下CP值吧 然後我就買了 然後買了之後才發現 幹他媽的一公升的冰淇淋 一公升的鮮奶油 可以做他媽的 大概快兩公升的冰淇淋吧 所以呢我現在我家的冰淇淋 裡面有兩公升的 日製香草冰淇淋 我大概只有第一天吃的時候 會覺得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現在吃我已經覺得幹他媽 我不要再吃冰淇淋 好甜喔 好甜喔幹 你知道嗎 我用的是 我是上網看youtube的配方 一般冰淇淋的那個 一般的雙淇淋 大概那個 其實你知道我不知道大家 其實那種做這種冰淇淋甜點 它那個脂肪成分是很重要的 雙淇淋的脂肪成分 大概就2到3 2到5%吧 然後一般的那種義式冰淇淋 什麼法式冰淇淋 大概8到10%吧 然後一般台灣的冰淇淋 可能是15%吧 然後那種外面賣的那種哈根大斯 可能是20%吧 然後我看了那個食譜 它裡面的脂肪含量是30 1還32% 我做了一坨 基本上就是我做的冰淇淋裡面 有30%是奶油的成分 你知道我把那個冰淇淋丟到鍋子裡煮 我可以他媽的煎蛋 我跟你講 香草風味的牛奶炒蛋 用我他媽的自己搞的那些坨 不知道是什麼小的化工冰淇淋 吃就可以了 所以呢 最近大概不會再吃香草冰淇淋 大概只是跟大家講一下我最近幹嘛而已啊 大概是這樣子 滿有趣的 滿有趣的 然後那個冰淇淋做到連我家人都覺得 沒關係啊 你吃就好了 我說可是我有1.5公升耶 沒關係啊 你就冰著嘛 反正不會壞啊 應該回去跟他們說 你要不要考慮拿他們來炒一些蛋之類的 滿複雜的啦 冰品的世界好像又是 甜品的世界好像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領域你知道 又是另外一個專業領域 然後呢 機車維修也是一個專業領域 兩個我都覺得有點困難 那有什麼領域是我擅長的呢 好像沒有 但是呢 我的耳機一直掉出來 但是呢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好那 因為我現在已經10點 01分了齁 然後呢 我現在肚子在有點餓 我發現我那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能量影的這個熱量已經燒完了 所以我等一下 差不多要關一關然後去吃麥當勞 我剛好肚子有點餓 快受不了了 現在10點耶 10點 雖然我只錄了 將近35分鐘齁 然後現在要進入第35分 我平常都會錄到40 起跳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之前我如果有吃晚餐的話 錄到40甚至50是沒問題的 那個熱量能量是很足夠的 但是現在呢 實在是多吃一點餓 所以呢 我今天就錄短一點好了 謝謝大家收聽這一期Podcast 我們下禮拜見 我媽要去吃宵夜了 掰掰 我會選擇 那是 我可以選擇 你 你 那是